由台中县政府委托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成立的台东玛纳食堂身心障碍庇护工厂 12月23号这天满一岁了 伊甸特在玛纳食堂前广场举办感恩中年庆 患有轻度智能障碍的汉汉目前19岁 经由社会处转接到玛纳食堂工作 已经迈入第五个月 回想起汉汉上班的第一天 妈妈笑着说时间过得好快 伊甸基金会宜花东区区长夏季仪表示 玛纳食堂经过一年的营运 尝试了很多方法 目前与在地小农、弱氏团体等合作 2015年1月将推出健康在地的新菜单 那这里我觉得长期来我们在这个点 我们也很清楚知道我们当然不是 不可能成为那种米其林三星五星级的厨师的东西 但是我们很认真而且很诚实的面对这块土地 我们也跟在地的很多的小农或弱氏家庭的妇女 她们生产的东西会成为我们这里的一些附加的产品 比如我们大午的那个甚至是修会她们做的果酱 可能会跟我们的茶结合变成另外一个产品 那我们新一名妈妈的她种的菜也会成为我们的 比如说她们种的那个生菜就会成为我们三明治里面的材料 那我们自己研发比较没有负担的也比较健康的像豆腐 以豆腐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沙拉酱 然后成为我们三明治主要的一个酱料 对那我们希望来这边的人除了看见他们认真努力的生活之外 也可以吃到一个健康没有负担的一个食物 台东县长黄建廷说 食堂不仅培养学员的工作技能 让他们能到社会上有谋职能力 还与当地的农民与弱势团体合作 并选用当地食材 是健康也是非常棒的一件事 他们最近又推出新的这个菜色 新的这个餐点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来支持 因为来这里购买餐点 其实也是做公益 也是付出爱心 平均一个月营收只有四五万元 成立一年的台东马那食堂 需要负担六名庇护员工 两名同工的人事费用 不足的部分由伊甸基金会吸收 夏季医区长说 未来的一年 马那食堂将朝着收支平衡的方向 继续努力营业 台湾所在终合报导